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 甚至是直接用上了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旅行方式 齐柏林飞船来为他们的车款命令 只为了尽可能的去传达出那种宛如 翱翔在天际般的驾乘感 堪称得意志工艺的最高呈现 但是时至今日 以我身旁的这一台 Mercedes Maybach S580为例 我们先不讲这种宛如 以宾式的纸品牌般存在的方式 到底合不合乎Maybach本身的风范 你怎么看 都与我身后的这一架标准的S-Class 脱不了关系 毕竟这台车可是与搭载的相同动力总成 标准S-Class的580L4 Matic 之间有着高达345万元的价差 撇开这些外观上的装扮 乃至于多出的18公分的车身不提 它真的真的有这个价值吗 哇 这一刻真的有一种得救的感觉 坐在这里看着窗外的大雨 使用着加热座椅来温暖我的身体 这就是S-Class 这就是一台顶级的 Full Size Luxury Sedan 应该可以带给你的感觉 我知道一定有人会很好奇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拿一台 搭载了同样动力的S580L4 Matic 来做对照 不过S-Class之所以强大 向来都是因为即便 拥有的是一台像我们今天所试驾 要价仅511万 什么都没有选的S350DL 你都可以去竞想到每逢改款 都能够成为业界标杆的车市氛围 还有舒适性 因为它总是能够将当代的科技 做出最细腻的诠释 多年来S-Class都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性地位的车款 尤其在那个选择不多的年代 对许多乘风买家而言 这就是市场上最可靠最舒适 而且是妥善率二手架都最好的选择 所以久而久之换购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了 那当然啦虽然今天的主角 并不是在台湾最受到市场青睐的S450L 但确实我个人认为最能够去感受到S-Class的本质 同时也是最被低估的S350DL 如果你知道它事实上搭载了一具粗粒非常甘甜 运转起来真的是极尽无声 而且峰值粗粒高达286匹 61.9公斤米扭力的3公升直6涡轮才有引擎 最重要的是它甚至拥有一个非常不思议 每公升平均可以行驶高达19.84公里的高速巡航油耗 尤其S-Class的买家中将近7成都是自驾为主 除了你真的有汽油情节 不然我想不到你要多花这100多万的理由 当然啦这毕竟是一台5.3米的大车 尤其这台车本身它并不具备48V清油电的功能 所以这也意味着它没有办法去选配后轮转向系统 跟磨坦般的行路品质著称的E-Active Body Control 不过除了本身这一具柴油动力非常轻盈 实际上它的驾驶感并没有想象中的笨重 我也不畏眼这个原装的气压避震 在设定上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取向 即使到了Sport模式 除了换挡的反应变得稍微比较积极 它的避震设定依然是非常的舒服 仍然没有太强烈的回馈喔 重点是即使它这么的软 你依然能够很清楚的去感受到它的循积性 它不是一台含糊的车 它依然精准只是非常的稳重 这真的是一句没话说的柴油动力 可能有些人会抱怨这个时期还要加尿素 有一点麻烦 可是它真的非常适合daily 因为它没有压力非常的余裕 而且它很安静 唯一的问题是它的后座 要知道这毕竟比短轴的S-Class又长了10公分 所以这也反映在长达3216mm的轴距 以及这个非常后座取向的西部空间之中 但实际上它的配备却非常的精简 它没有可以向前滑移副驾驶座 可以让你自脚的理车套件 它没有后座的影音余乐按摩加热等功能 而且后窗的遮阳帘也都一并从缺 当然这都是一些可以透过选配去重新购得的配备 不过针对高达7层都是自驾用户的S-Class而言 倒也显得充分且非必要 但是假如日理万机的你从一开始 就没有想过要自驾 也不打算花太多的心力在勾选配备上 只是单纯的葛望可以找到一个 让你能够把握住通行之间短暂的空档 去占别世俗和纷扰的空间 这真的是你想要的Best Car in the World 好吗 你好 我是Pony 您今天的价值雨 享受 这就是Maebock是什么 同样都是源自于S-Class 这个大家再熟悉也不过的 宾式的旗舰房车 但他就是有办法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氛 归功于原厂 在开发的时候就把重心倒向了以后座为主的 Ultra Luxury 而我也必须得说 这个感觉真的是远远的超乎我想象 坦白说我真的很好奇 到底什么样的人会想要去拥有一台Maebock 尤其以我们这次试成的这一台为例啊 基本上出厂价已经超过了1200万了 所以你大有很多显赫 更能够去彰显个人品味的选择啊 况且能够选配的东西不多 甚至连能客定的部分也都屈指可数 到底一台如此重视科技感的德国车 它怎么样能够跟那些强调传统 重视客制化欧路的名门之中脱颖而出 但实习乘坐之后啊 你真的是不难理解 某方面来讲 这种差瞄准的是讲求效率的拒负 当车已经不是一个你会想要拿来彰显自己 只是单纯的要带着你去移动的工具 所以你会想要一个精良可靠 而且是可以提供完美无瑕的体验座驾 来减轻你的负担 所以在移动的过程它重视的其实并不是这个车可以带给它多少感觉 而是它实际上的表现 但如果你真的要去讲这台车的感觉 它却能够用一种很优雅的方式来诠释与时俱进的概念 它的一切都是软的 而且多数的功能都是主动且智能的 像是结合了音波补偿 还有改良式的复合玻璃的主动降噪技术啦 避震器啊 甚至具备了道路扫描跟弯道侦测的功能 可以预先去帮你调节气压弹簧 跟电控避震的部分来最适化你的路感 就连遭受到撞击之前 它都可以主动的先帮你把侧撞面的避震抬高8公分 让你全身而退啊 最棒的是喔 这一次你不需要再劳心去选配 因为基本上它已经具备了一切 可以让一台S去成就超凡的Gadgets Everything 除了这个要价76万的涂装 后座的桌板啊 以及在我正后方的这个冰箱 还有这个大家最不能错过 输出最大喔 达到了1750W 而且具备了31支扬声器的Bronmaster 4D环绕音响 原厂喔 甚至还在它的座椅当中安置了高达8G的传感器 甚有喔 可以随着音频去按摩你的功效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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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却极其复杂的E-Active Body Control 你只需要知道 它是一个整合了48V清油电系统 它的电子防径 还有电子避震 可以适时的将你的车身维持在水平姿态的一套很厉害的避震喔 不过即便如此 在路感的诠释上 它依然非常的德国车 它还是保有回馈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有点像是当你坐在机舱里面 通过气流 机体被气流承托着的感觉 龟公鱼喔 它本身具备了一个专门为后座设计的Minebug模式 再加上我们的司机Tony 他的假计非常的了得 所以基本上转向的过程 你不会感觉到太多身为一台5米5 而且是相当有盾位的大车会有侧倾的感觉 不过动力也是一个让人非常不可思议的部分 因为即便这确实是一个由AMG One Man One Engine 去打造出来的4公升V8 Power Train 而且是可以在4.9秒加速到100公里的高性能房车 但它非常的滑顺 它没有震动 再加上48V经常性可以切掉引擎的这种特性 就坦白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空间 谢谢啊 谢谢 确实啦 我拥有过不少德国车 但我从来都不能够算是一个德国设计的粉丝 我总觉得他们不是理性到有些缺乏个性 要不然就是在表达上有时会显得太过于简单粗暴 以至于经历了世代交替之后 反而不见得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但S-Class却是非常少数 不管是在它的集聚当中 甚至是泛德国车的领域里 即便经历了无数次的世代交替啊 每每当你在路上看到一台车况漂亮的 都还是会忍不住回头多看一眼的特例 因为它确实把冷硬的得势笔触给诠释得非常优雅 也因此格外的倦勇 当然啦 我不敢说Matebag很适合那些 会想要透过车来彰显自身神美品味的人 但它确实非常精准地阐述出了车主的 形式风格以及价值观 那种对于实事求是的追求 也或许正是因为它源自于冰式 反而让Ultra Luxury 这种通常很虚无缥缈 离我们很远的概念啊 不再充满那么强烈的距离感 我不敢相信我会这么说 但这台车它确实让人隔望拥有 Tony 我肚子饿了 带我去吃东西吧 时间已经超过了 我要准备下一份工作 不好意思 再见 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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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